什麼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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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是大學 大學是什麼 你聽得出來他們是誰嗎 是的 對啊 今天我要講到這個 隱藏的好聲音 對 就是說你看到她的臉 可能想不到說原來她這麼會唱歌 聽說我們大學生滿多的 對 找妳來就對了 因為她演唱 她自己開了好幾場 對 還售票跟江蕙尬場 怎麼會打 怎麼會這樣子 她在隔壁 我也是在台北小巨蛋旁邊的咖啡廳 咖啡廳 對 在咖啡廳裡面有開 人都是從這樣子開始的 我告訴妳 慢慢的 我花了滿多錢 因為光仇辦這個其實就花滿多錢 大家對妳歌聲的評價到底好不好 還滿好的 也滿意外的 真的喔 主題曲是 主題曲 我唱很多 好 看她要去 她有帶我去 太大一段 剩下的心靈 歌手來的人長這麼強 他這邊就好 好 好聽耶 對啊 對啊 你點的唱腔是不是怎麼樣 是有一點要走哪一個 誰的路線是不是 有一點想要就是走我 是有Hippie嗎 有Hippie Hippie還是 打太大力了 有Hippie的唱腔跟你來比就對了 還有誰 還有娃娃 不好意思 超大力 不好意思 不是 我們再提醒妳不要 不要有別的影子 對 做自己 還有我的偶像 許哲沛 這前面兩個 只能講許哲沛就真的是 你不要再講一句脫刀 那個有欸我演唱會 你幹嘛 不會痛吧 他其實很怕痛 很痛 好 沒有 妳唱得真的很好聽 謝謝 不要不需要有別人的影子 好不好 有一天一定會在小巨蛋裡面 對 你這個小巨蛋的話 我包100張 好 真的假的 才100張 100張 好 很多 很多了 很多了 50塊左右 沒有 好 因為他一定會值錢 我沒有辦法包 因為我把這個福利 讓給其他的歌迷粉絲 哇 有很多人搶票嘛 這樣講好像我也沒辦法反駁你 是啊 OK 差不多了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很多人都是我們在 班上大理的小學 真的 我們現在長得歪歪的 但其實他聲音很好的 等一下後面有人要唱嗎 面具摔下來就 講這樣子 OK 今天有 因為你知道這個單元 要必須經過那個製作人的審核 才可以來 所以其實也有一些遺珠之憾 是不是遺珠之憾 我們聽他們的聲音 前面這兩位 今天前面這兩位你看看 蒙面的 他們不是很開心 不是很開心 因為他們不是被刷掉的 所以他們今天就用了那個 棉洗碗來做一個 對 來 第一位同學 唱一下 第一位女同學吧 來 可以讓我們聽一下妳的歌聲嗎 一個人 她很好打 好了嗎 好了 好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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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知道為什麼了 原因很明顯 好 謝謝 游漏面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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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誰 這個太好猜了吧 誰說的是豬的 我要生氣了 妳的真面目是誰 一定是海豚 麥當好吃花 對啊 妳自己覺得自己唱歌唱得蠻好聽的 就是有一些可能 比較支持我的朋友會這樣跟我說 哇塞 盲目 真的要需要很支持才會這樣說 很支持 要很支持 她不管做什麼大家都是喜歡的 跌倒 哇 好爽 好可愛 好飽啊 好可愛 妳這樣呼吸也超可愛 好 來 第二位 周瑋說 麥克風給她唱一下 第二位 蒙面俠 十年之前 我不認識你 你不屬於我 我們還是一樣 陪在一個陌生人左右 走過漸漸熟悉的 大豪最近這麼落魄 對啊 怎麼樣 還猜妳覺得是誰 我覺得會不會是大豪 有可能 大豪發過唱片的 有發過唱片的 我也發過啊對不對 對啊 把標準拉低了 這是誰啊 誰啊 我不知道 來 究竟她會是誰呢 請看 好 來 你是誰 你是誰啊 你是誰啊 沒有面具還是不知道 頭髮 壓到 有衣箱 衣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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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衣箱 加油了 他那麼小 你怎麼會覺得那種那麼低沉的歌 對啊 因為呢 之前有一次 在露露姐的另外一個節目 我唱了另外一首歌 就是王力宏的歌 什麼 不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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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啦 不好意思 我唱第一個清晨 然後呢 就是被講得有點 有點不好聽 有點糟糕 所以我想說選一個 比較低一點的歌 結果 結果好像 對 就現在是不要了 不要啦 我不會再這樣 我覺得持續努力 不一定要這樣 這兩個位是王豬 對 這樣子可以幫我 說不定後面搶很多 很難說 好 所以也是一個小小的比賽 好不好 我們要讓大家覺得說 他們誰唱得最好 但是很奇怪 像這樣子的比賽 結果我們請來是最專業的人 超專業 我們怎麼好意思請他們來評 他們到現在都還沒走 我就覺得很開心 對 我的偶像 好 首先歡迎我們的Package 出陪 妳看到沒有進取獎了 妳又出新專輯對不對 前創作專輯 搖擺電力公司 超好聽 謝謝 這是KEN哥的 謝謝 搖擺電力公司 介紹一下這一張的感覺 這張專輯 魔幻嗎 這張專輯其實是我以搖擺樂 為基底 然後融合了電池 請問搖擺樂是什麼 就是Swing 它是一種音樂類型 Swing 對 然後融合爵士和電器 希望帶給大家很不一樣的歌曲 這樣子 好 來支持一下 搖擺電力公司 好 謝謝 謝謝Payden 今天好好來幫我們評一下 接下來呢是我們的Wolf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 Wolf 我是小明 我是主唱媽咪 我是鼓手 肚皮 你是不是等太久了 肚皮 對啊 我是不是手推肌 肚皮 你到底是誰 肚皮 手上拿來一塊板子 要做什麼 對 我們今天來的目的 對 我們今天來是要宣傳一個 台灣非常非常棒的音樂記 然後就是搖滾伴桌 10月17號 18號 在台北花博公園 這已經是第 沒寫 沒寫 第四次 對 然後Wolf其實參加了好幾屆 這是一個我覺得 台灣非常非常棒的一個音樂記 因為它非常有台灣味 因為像我們到處去 就是世界各地巡演 然後也參加過很多音樂記 也去玩 也去表演 可是呢 就是國外的 如果外國人來台灣要看音樂記 我們一定會推薦他來搖滾伴桌 他真的就是把台灣的板斗文化 然後跟搖滾樂結合 然後就是現場很多人表演 下面的人就板斗吃飯 對 好酷的 畫要跟音樂結合在一起 偷偷問一下旺福 你有沒有覺得就是看這麼多 就是人 會不會覺得他的外表跟歌聲 是搭不起來的 有嗎 他們嗎 不是 有種 之類的 不好意思 那個 我印象最深刻是廣眾 廣眾 廣眾 真的 那個聲音太特別了 也就是說 因為他長得他長得比較誠懇 然後 憨厚 老師 憨直一點 然後他就是那個天然呆 就是天然呆 就是他們的歌迷很喜歡說 他喜歡他的天然呆這樣 我跟他因為是同一個學校 然後就都在淡江 以前會去他那邊彈吉他 然後聊天之類的 有一天我就是跟他借廁所 我就上廁所 然後就在廁所裡面 突然聽到一首歌 這首歌好好聽 是誰 哪個藝人 就哪個黑人這樣走出來 原來是他在唱歌 我就 我就嚇到 因為 我已經很常聽到他的聲音了 可是在上廁所聽到的時候 我真的是以為是他放了哪一張 國外的專輯這樣 很多人都是這樣子的 一表演起來變另外一個人 所以今天我們這幾位 來囉 他們有隱藏的好說 今天是不開玩笑的 收起你的笑容 對 已經在我們的第二現場了 第二現場在這邊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們剪影都已經準備好了 好 他們稍微變裝了一下 變裝了一下 身形都不太一樣 好 那我現在問一下三位同學 那個你們的親朋好友 聽到你們唱歌之後呢 都怎麼樣來形容你們的聲音 1號 1號 小公主 他們說我很有的聲音很性感 然後說我聲音很有雛性 很有雛性 雛性 妳怎麼講話有發力給的感覺 有雛性 有雛性 1號是那個小矮人 不好意思講錯 小矮人 2號咧 2號應該是綠蜥龜吧 你好 妳真的聽到我的聲音之後 她好像 她這一輩子忘不掉我的聲音 她這一輩子忘不掉妳的聲音 有可能是不好聽的 對啊 好的是好的啦 好的啦 好的啦 好 3號呢 她們是說 覺得我的聲音就像天使降零一百 天使降零一百 天賴啦 天賴啦 因為各位描述有點抽像這樣子好了 如果問三位你們的聲音 會不會像哪一位線上歌手呢 1號 具體描述一下 那個 他們都覺得我的聲音品名叫文藍 文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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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位是文藍 最好 等一下唱歌好聽一點 我們今天有鐵板喔 對啊 好 3號 Hippie 等一下出來的時候可以解決她 出來說的 神秘女小丑完美獻唱 卻說謊慘遭眾人圍剿 我覺得妳的聲音很好 音色很乾淨 其實我覺得她聲音非常好聽 但是她剛剛說她 她剛剛在幕後面的時候 她說她像溫蘭 她說到底哪裡 我真的很容易自己 評審兩個在搖頭 不是不好聽是不太像 不太像 聽他們這個描述 你們覺得期待哪一位 他們剛剛的描述 自己的聲音 像哪一位歌手 看他們的介紹 海豚妳覺得是2號 對 像看她的音箱感覺就很大 又說很像蕭敬騰 我覺得應該會很好聽 很期待 我們先來看1號 她的這個參賽的VCR 賽前改開始 在這個環境 我給大家 就是一個活潑 浩洞 很美的形象 南大根本都跟我很親密 但是 你們不是很真正的了解我 其實 我曾經參加過一個歌唱比賽 大概是10年前吧 我曾經跟我的朋友在公園 參加了一個吉他配的比賽 這個比賽是需要自彈自唱的 我10年前就只會自彈自唱了 所以今天我將化身為 西斯萊傑小丑 要讓你們聽聽看 我隱藏多年的好聲音 對 起來滿厲害的喔 滿厲害的 我們馬上歡迎我們1號 小丑一起出場 歡迎 1號挑戰者小丑要演唱的是 陳婕儀的喜歡你 這麼甜蜜又可愛的歌曲 小丑會怎麼詮釋呢 1號挑戰者小丑 3 3 1 喜歡你 喜歡你 揀握你的數字 讓我用柔軟頭髮問你 喜歡你 那微笑的眼睛 放不上你的愛在呼吸 喜歡你 那微笑的眼睛 那微笑的眼睛 但日落也看作唇印 我喜歡這樣跟著你 隨便你帶我到哪裡 你的臉慢慢貼近 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 我喜歡你愛我的心 清楚我沒感受只看你 我知道 他在訴說只你承諾言語 來...小丑先生往後 往後以為 但是因為他真的不知道他是誰 所以我們不能讓他講話 所以我們要問的問題怎樣 yes or no 對 點頭搖頭 比手畫的都好好不好 但是在講任何事情之前 我真的要講 這個妝真的很厲害 有加分嗎 對啊 把那個情境表現得更好 佩儀 佩儀老師 好 其實因為這首歌我們很熟 是我們那個年代我們 對 念書的時候非常喜歡聽的歌 對 我覺得你的聲音很好 音色很乾淨 可是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要再練習你的穩定 對 會飄飄對不對 那唱歌聲音我是真的 判斷不出來是誰 但是其實他的聲音是好聽的 他的音色就很好 音色是好聽的 他音色很 我覺得是那種非常好聽 然後 可是我覺得有一個地方呢 比較可惜 因為他音色好聽 然後又有點特別的時候 其實咬字呢 其實就可以了 不要跟別人一樣 對 因為他如果這樣咬字 跟別人一樣的時候 他那個特色就會比較少一點 因為聽起來會覺得說 好像跟別人差不多 咬字 比如說有些 比如說有些大家 就是市面上很流行的咬字 比如說都是你啦 就是剛剛你很明顯 都是你啦 都是你啦 有沒有 其實你可以不用這樣 都是你啦 對 太學了 對 因為很多人都會這樣子 這個是市面上80%最多的唱法 你的聲音這麼特別呢 就千萬不要這樣唱 因為很容易被混淆 同學們 喜歡他的歌聲嗎 全插 有沒有打動到你 全部都是全 有必要這樣嗎 很挺 有猜到可能是誰 海產你覺得 我覺得 因為他剛剛的唱的那個副歌的樣子 就開始吊起來了 然後女 就是以女大聲又這麼吊的話 就只有映儒 會這樣子而已 我在想會不會是他 好 那針對他的歌聲的方面豪泰 對 其實我覺得他聲音非常好聽 但是他剛剛說他 他剛剛在幕後面的時候 他說他像溫蘭 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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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聽我們 提起這件事情 我們都問了 溫蘭的部分沒有溫蘭的感覺 沒有 剛剛那首歌比較 那個輕鬆 比較沒有溫蘭的歌 有溫蘭 任何一首 那首咧 生日快樂 我對自己說 拿出點了 寂寞亮了 那評審兩個在搖頭 你們兩個哭看 然後搖頭 是不是 不是不好聽 是不太像 不太像 有個人的特色很搭 但是還是我覺得聲音是 至少大家都喜歡 好想知道是誰 是 但是他到底是誰呢 我們有解答的VCR 來 來看 映遊 是映遊 重來是妳 嗨 嗨 嗨 大家好 你後面就露出馬腳了 對 因為妳剛剛唱 對 忍不住 恭喜妳啦 但是妳這個妝真的是很厲害 我有點想要這樣子回家 就這樣 可以 沒有問題 那妳除了這個唱歌的隱藏版的 這個才藝之外 有沒有什麼其他 還沒有在節目上展現過的 其實大家平常看到我的這個 感覺就是很Man嘛對不對 可是 殊不知大家在我高 我高中的時候 我是我們學校的 代表 對 穿妝嗎 我們是穿 我們是 屬於模仿少女時代 對 我們穿上模仿少女時代 少女時代 妳是少女 很不搭嘎 很不搭嘎 跟以前妳也跳過他們的舞蹈表演 我跳他們 甚至跟他們模仿 也弄得都是這樣漂漂亮亮的 上去模仿他們跳舞這樣子 蛤 妳今天要這樣子小醜妝跳 汁汁汁嗎 還是 不是 我們那時候是跳那種Taxi Taxi 他們那時候叫Taxi OK 所以要讓我們感受一下 好的 映如的少女時代 從來沒看能不能跳過 來 好 旋轉 想唱 想唱 真的嗎 真的嗎 好可愛 好可愛喔 真的嗎 真的嗎 太短了啦 太短了啦 不行啦 可惜 我們才剛看的 不是很激烈的說 不是 因為之後這種 要留給之後再呈現 不一定的 可能沒有要再罰你 出去外面車那麼多對不對 對 我們都載走啦 出國啦 等等 可許你下次練床一點啦 好 我下次會 很厲害 她的舞感是很好的 請先入座 謝謝 不錯啦 不錯啦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二哈拉的賽前秘 神秘忍者規深情獻唱 超強轉音讓小明也佩服 小明你為什麼你喜歡 對 你看得很開心是不是 但是不要怕 就是要轉 轉不過就身體 對 硬轉 對 硬轉 Peggy呢 覺得她剛唱歌 我真的從來沒有看過 這麼深情的忍者規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二哈拉的賽前秘 當我在國山的時候 我人生第一次有人演藝這個東西 二對二 後來我們去了KTV 但是當我唱起歌的時候 所有女生都跑掉了 所以從練練開始 我就開始發奮圖銷練習我的歌藝 今天我就化身為正義的使者 忍者規 這次就要讓你們看 我苦練十年的好歌喔 歡迎我們的二號 忍者規 外型特徵有點明顯的挑戰者 忍者規 究竟會怎麼演唱這首經典名曲 心不了情呢 心如眷寥 淚也乾了 這份 深情 難捨難了 曾經擁有 天荒地 我愛你了 已不見你 暮暮已嘲嘲 這一份情 永遠能量 原來誰還能再度擁抱 愛一個人 如何失守到老 怎樣面對一切 我不知道 回憶過去 痛苦的相似忘不了 為何你還來不動我心跳 愛你怎麼能量 今夜的你應該明了 圓滿了 情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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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 忍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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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你看小明馬上就很怕 他們都喜歡 對不對 小明你為什麼會喜歡 你看得很開心是不是 就是不要怕 對 他有他自己的風格 對 勇敢的呢 就把自己的聲音拿出來 對 因為一般人唱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說 我可能這個轉音技巧不好 就躲過 你完全沒有在怕 他也不管你 就是要轉 就是要轉 轉不過就身體 轉過去 對 硬轉 但是硬轉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有害羞 或者覺得說 我做不好了 對 就是他完全不會縮 反而就會覺得 好像成立了 對 就是會有想要買他的 那個入場門票的感覺 真的假的 好 買到一張了 我覺得他今天這身裝扮 唱這首歌看起來好誠懇 對 因為一開始 他剛開口 然後我們三個在後面看 我們覺得這個人 好像是一個神經病 對 很誠懇 很像一個 這是什麼瘋人院的發表會 他還有誠懇 但是後來 慢慢就感覺那個誠懇流 對 他真的好誠懇 而且他就是 完全把烏龜的這個 情緒 烏龜 你說人者櫃的情緒 烏龜 對 因為他很像駝背這樣唱 就好誠懇 好像躲在下水道的感覺 有 走一個管他媽媽下給誰這樣 雖然他的技巧不是很純熟 可是他的情緒很動人 佩奇呢 覺得他剛剛唱歌 我真的從來沒有看過這個 心情的人者櫃 所以我覺得我真的可以想像 他在唱忍者龜的心情 但是重點是因為他把那個 他沒有唱忍者龜 他在唱忍者龜 因為他把牙齒畫在這裡有沒有 他就一直很像很投入 而且他牙齒好真喔 就畫得很好 對 畫得很好 畫得非常好 對 所以我覺得 我還是覺得是 他的情緒跟誠懇 真的掩飾一切的不完美 那同學咧 同學喜歡嗎 圈插 這是蠻特別的一齊景點 來 大家都打圈 來 豪泰 對 這個我 其實我真的猜不出來 但是我剛剛BJ已經聽 我發現 我聽到他聲音裡面 那個有黑人的血液 因為他剛剛那個轉音 跟那個聲音的那個沙啞 太讚了 是黑人的血液嗎 還是 韓國人的血液 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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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從事 沒想到妳的聲音真的 打動我們所有人 莫名其妙的打動我們 謝謝 你去哪裡練這種這麼油的唱法 這個油的唱法 對 可能在KTV練到的吧 真的 因為他有會講韓文 有 有 感覺都很有 那妳是為什麼特別選 心不了情這首歌呢 因為這首歌是 我在韓國長大的時候 我第一次聽到的中文歌 喔 真的 所以你很喜歡 是 然後一直放在我心裡 因為我覺得這首歌好好聽 雖然因為我那時候是聽不懂 他歌詞在講什麼 後來 學中文之後我才發現 原來歌詞是這麼 很油的一首歌 對 不是 不是 油 很大油 很油 還乖喝油 聽說你接下來的隱藏才藝 好像也跟油有點關係是不是 像我比較 我的才藝是因為 我本身也不太會跳 因為我型也沒有那麼好看 我發現我一個才藝是 刺麵 刺麵 對 我之前 我之前在我們家 就是韓國家鄉那邊 我吃麵比賽 考了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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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多嗎還是比什麼 就是指誰的比較快 快吃 對 所以你有最高紀錄嗎 幾分鐘吃幾碗這種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算很多碗的 對 我那時候是 10 14秒 2碗 2碗14秒 7秒多 7秒多 7秒1碗 1碗7秒 1秒7 1碗7秒多 1碗7秒多 對 對 這麼算的 他都累了 要PK嗎 對 就看誰快 那我歡迎 對 我歡迎 誰要來PK 吃麵比賽 我也是吃麵之王 好 OK 兩位 好弱 好的 第一屆大學生吃麵比賽 重製你的海產 請就位 來 一屆也有可能是最後一屆了 好 等到我說開始的時候就開始了 對 先準備好 我們想要知道重製到底有多快 好 等我說計時開始的時候 就開始了 計時 開始 好認真 Oh my God 海產認真比賽 我們認真比賽 我們這個很認真的 而且這個麵是完全沒有人家調味的 因為剛剛拿上來的時候 我看到是很乾的麵 它不是 這個白麵要想吃 太難 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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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吃了 這是比賽 要比啊 比啊 快點 哪有人選手還怪麵 幹嘛 我還要去 我們還要去買零東方給妳 才願意試 妳也太挑著了 太乾 太乾了啦 好嬌生怪養的烏龜 是喔 可是這個麵都是麵粉的味道 倒數 10秒 9 8 我們是加油 加油 5 4 3 2 1 時間大庭 好 OK 我們來看看碗裡面剩下的 其實根本就差不多 其實根本差不多 差不多 就是好像 差不多太多 而且因為它果然裡面還有那麼多 其實是海彩勝利 對啊 你選這什麼才藝表演啊 從志 我說從志啊 雖然歌聲受到評審不錯的評語 但這個吃麵的才藝實在慘不忍睹 下次要表演才藝實請慎選啊 好 接下來3號 聽說她的聲音像田富珍 真的假的是不是 你記很久 我們先看一下她的PC 鬼女大聲特殊嗓音 讓評審以為在唱Rap 它聲音滿厚實的 對啊 就可惜那個 噗 讓我一直噗 以她的那個聲音的厚度 我覺得她可以挑那種更High的歌 好 接下來3號 聽說她的聲音像田富珍 真的假的啦 你記很久啊 我們先看一下她的PC 從小到大 大家只會說我有娃娃音 挺多就是說話聲音好聽而已 可能沒有人在意 我會不會唱歌這件事 但其實我從小就很愛唱歌 其實我都要拍演唱會 我一參加過的一次歌唱比賽 才贏到喝檸檬汁 鎖喉酒大過癮 所以今天我要來學 我將化身為 我今天要在節目上 讓你們聽聽你們 從來沒有聽過的大聲好聲音 歡迎我們3號 骷髏新娘 歡迎 唯一又可怕的骷髏新娘 主要演唱的歌曲 是王欣霖的月光 待會兒聽完她的演唱 一起來猜猜她是哪位大學生吧 3 2 1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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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彎彎小路上 彎彎小路上 波波拱音在歌唱 星星照亮在起風的地方 乘著微風飄向未知遠方 幸福路也許漫長 難過的時候 誰在身邊 陪我掉眼淚 失敗無所謂 你在左右 月光多美 彎彎月光下 我輕輕在歌唱 從今以後 不會再悲傷 閉上雙眼 感覺你在身旁 你是溫暖月光 你是幸福月光 這個妝真的很厲害 我完全看不出來 我們真的是重金打造這一集 而且我強烈的感受到 當人有妝的時候 他好像會 就是內心 心裡面那個他就跑出來 就更願意讓大家發現真正的他 整個人的氣都出來了 好神奇 好妙 而且也覺得 好像彩排的時候聽還好 現在聽很好聽 對 我為什麼會這樣 好奇怪 而且他剛剛其實中間稍微有一點點 Gun 光碗上路上 我工im在歌唱 ī 不依蚀 阿 小 我說噗 妳說噗 妳說噗 噗 妳說噗 OK 他都沒有表情 他沒有表情 她生氣 你不安心 沒有 他是那種聲音好恐怖 不是專業的老師 老師 覺得他表現怎麼樣 汪甫 我覺得呢 他其實天生神利 我覺得 對 就是那個 他聲音蠻厚實的 對啊 就可惜那個 噗 讓我一直飛醒 結果 結果應該要加分才對 其實那不蠻特別的 但我就是覺得 可能沒有掌握好那個 什麼時候要收起來有沒有 突然鬆咬了 對 那個其實如果掌握得好的話 會更好 以他的那個聲音的厚度 我覺得他可以挑那種更High的歌 就是那種比如說像 阿妹的那一首 不只那個歌 不只那個歌 可惡 妳有嗨歌嗎 妳有唱完美歌嗎 兩句 Wake up 妳是大衣說家 妳堅信從多的愛無家 Wake up 別再做慈善家 妳其實沒有那麼愛她 愛是妙死女生的我 誰都應該被窮愛完善 Go get it Go get it 那就沒能讓唯一那次誕生 唉唷 好聽喔 我自己在幹嘛 推資講一下 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 她其實可以 就一開始就選這種 嗨歌 對 這樣會更突出 她的節奏感很好 對啊 節奏感 同學要猜猜猜看 喜不喜歡她的歌聲 這個太特別了 對啊 都喜歡 道理怎麼樣 我覺得她聲音有點像小語 就是 因為很柔嘛 外型也蠻像小語瘦瘦的 舞蹈很精緻 我手指完全沒有概念她是誰 我們來看這VC OK 真的看不出來 唱歌很好聽 好好聽喔 現在可以講話 可以了 謝謝 可以了 因為她平常講話都弱弱 虛虛的 對啊 沒有啦 她剛剛唱Key哥是有氣勢的 對啊 唱歌跟講話聲音又不太一樣 平常是怎樣 都常常有在K歌就對了 常常 常常跑KTV 妳怎麼一開始不要選那個High的 選那個慢的 對啊 想說 那妳們細細品嘗我的聲音 那這個鋪都不發生什麼 剛剛那個是 是有緊張嗎 還是 還是自己設定故意的 我想要有一個 Rap的感覺在裡面 因為我怕太軟了 妳看我 妳看我白眼 妳在跟著我講 有一個Rap的感覺 妳就跟著我Rap 給我看 我剛剛突然 鋪 然後想 下一個字是什麼 就往前看 就吐... 妳這樣突然吞進去 對 她其實除了剛剛噗...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才藝 妳有一個才藝嗎 妳有 還有才藝 有 什麼才藝 Kapsong 杯子歌 Kapsong 杯子歌 妳會喔 好 來... 下來了 不好意思 不會 記得 去 咱們 因為 有 I got my ticket for the long way round Two bottles of whiskey for the way And I'm sure we'll like some sweet company And I'm leaving tomorrow, what do you say When I'm gone, when I'm gone You're gonna miss me when I'm gone You're gonna miss me by my hair You're gonna miss me everywhere You're gonna miss me when I'm gone 妳滿有才華的 對啊 妳會 這個要練 怎麼會去練 怎麼會去練這個歌 因為覺得大家會 我不會太丟臉了 好 入座...謝謝 好 結果今天的比賽之後呢 有請我們的評審討論一下 接著冠軍就去給誰呢 聽完了三位記詭異 唯一又神秘的大學生歌聲後 你們喜歡哪一位大學生的聲音呢 現場評審的冠軍獎項會頒給誰呢 經過激烈的討論之後呢 請旺福告訴我們 今天的冠軍究竟是誰 好 今天的冠軍呢 我們完全沒有掙扎的感覺 很容易就選出來了 但其實也是有些可惜的 那我們先講 我們心目中的冠軍好了 是的 好 今天我們心目中的冠軍就是呢 2號 耶 好 超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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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吧 想不到 哇 來... 有獎金的 來... 我們要頒發一下 好 好 超級 當然不是因為 當然不是因為你的才藝 不是因為吃麵 對 我們呢 對於他唱歌的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今天評審 評審老師們其實有一個標準 對於今天歌唱比賽的一個中心 是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 現在有很多人都很喜歡唱歌 然後技巧很好練習 可是其實唱歌的情感是很難模仿 好 謝謝 從志 對 恭喜從志 好 謝謝旺福 好 聽完我們這個同學的歌聲之後呢 最後要來聽專業的 Peggy最後帶來妳的新歌是 我要陪著妳老去 有請 謝謝 小高的高的期間 在沙方上睡著 也會為著睡覺 被緊緊抗 電視還播放著 老舊的影記 雖然都看過了 但可以再溫習 我和你 的默契 如果你睡著也不行 午後的那場雨 決定今晚要吃不起的泡麵也沒關係 我們困在家裡耳眼不去 喜歡 翻也不自然 你為我惹的一碗湯 你一口一口 昨天沒說完的說到 濃了我們有一輩子 能慢慢的說 我和你的過去 從星星線走到交場路口 如果愛是首歌 我要一直唱都不能唱了 也沒關係 最紅的一口氣也屬於你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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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你說的笑話不那麼好笑 只是為了懂我 劇情並不重要 日付又一日天 安樂又亮 轉開眼還是你 這讓我安心 我要陪著你 讓我去 讓我去 啦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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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 啦啦啦 謝謝 嗨 派王 專業就不一樣 好秀 好秀 這一整張專輯都是很搖滾風的 搖擺 搖擺 你們兩個今天怎麼了 我緊張到亂講話了 一碗七秒對不對 七碗 七碗一秒 搖擺變搖滾 對 我覺得Peggy的這個專輯 都是精心打造 而且他自己做對不對 然後 全創作 這等於是唱片裡面的算是 已經是景品等級了 真的 好好收藏一下 最後 旺福 支持一下他們最後的這個 10月17號 18號 請大家支持搖滾伴桌 一起來玩 好 今天要變成是Peggy 忘滾 下次再見 再見 再見 拜拜